我們提到再次活躍的楊敏哲 我們今天的會有兩位議題的主持人 我們也有議題的招見還有評論人 以及治癒醫藥衛生改革與社會福利儲勤的朋友們 大家早 早 我們請代表國會議論壇所有的工作同仁 再度歡迎大家第一年 2018年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第二天 就是今天國家衛生研討會 並且感謝大家對論壇持續的關注支持 成立國會議論壇重要的目的就是 為了有效引營當前重要且擊破衛生及福利的議題 因此我們以實政科學做基礎 即合國內外實政研究院 凝聚專家學者的研究 深度的研究 達成共識 建構政策分析的證據基礎 形成與衛生福利有關的政策界 以立衛福部的決策及推動業務 在昨天就是第一天的成果研討會 我們交距與社會安全網與健康保險 從耳孽藥物濫用精神疾病 健保給付制度與低效益醫療五大議題來卓領 今天我們是第二天了 我們這個成果研討會 我們將繼續來探討高齡長者健康事務 與台灣腦組織之類的兩大議題 以因應高齡化與腦神經吸病 對醫藥衛生與保健照護體系帶來挑戰 未來論壇將繼續朝貼近公眾接軌國際方向的努力 透過工作坊研討會 展覽社群網站等方式 讓衛生福利相關的資訊 得以既由閱讀對話和分享討論的多元管道 傳達給社會藏眾 來達到政府有為 民眾有感的目標 謝謝大家